凤与恒依然留了望川和黄泉陪着姚氏 搬走左右进不去皇宫 便也留下来暗中保护 公车与马车分开两路 往皇宫行去时 玄天明说 你算好了 那诸如不会进府 凤与恒道 他若不傻 就不会自投罗网 眼下他已经作俭自负 想跑都困难了 若再冒失地进了县主府 你说 带我回去 还能留他命在 他哈哈大笑 媳妇 不要这么暴力 哪有 他翻了个白眼 笑嘻嘻地说 对敌人宽容 就是对自己残忍 若是有 我可以清净家财 真心相待 倘若是敌 我至少有一万种方法 把他给弄死 另外还有一万种方法 让他生不如死 事实证明 凤与恒想的是对的 那诸如只是身量残疾 脑子可并不残疾 他半路截杀凤与恒和姚氏不成 已经算是失算一次 眼瞅着一名暗卫 加两个武功高强的丫头 把自己团团包围 一路上就被点了昏睡穴 从大河边 一直睡到进了京城 他眼下连摇视的身都进不了 还妄想着进县主府去 那不是找死是什么 他从进京城之后转醒过来 就一直在想着脱身的办法 这诸如明白 眼下已经不是 他想害人的买卖了 他这相当于 反被目标人物所劫持 这个脸可真是丢到了姥姥家 该怎么才能逃离 这伙人的魔爪呢 思索的功夫 县主府就已经到了 这地方他到京城之后 也来过几次 知道这县主府守卫森严 门口都不是普通的侍卫 而是皇家的御林军 从前他曾经想过 该怎么样 才能混进去探探虚实 可现在却恰恰相反 现在他想的是 该如何能不被带进府去 姥氏看他脸色不对劲 好奇地问 你怎么了 黄泉冷哼一声 怎么 嫌咱们的府门小 容不下你这顿大佛 那诸如没说话 小眼睛滴流乱转 终于看到街上 走过一对巡逻的官兵 他眼一亮 突然大叫一声 救命 我是千周是孙 这帮人劫持了我 一边喊 一边拼了命地 往那对官兵面前冲 姚氏吓了一跳 张着嘴巴看向那诸如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是他救了这孩子 为何现在对方却说 是被劫持的 诸如的行动没人拦着 网川叹了口气 跟姚氏说 小姐早就看出 他是千周的人 不敢说出来 是怕撕破脸 他才出手伤了你 可是夫人却因此误会小姐 还说了那么重的话 夫人可知 小姐有多伤心 姚氏还傻愣着 千周二字 在他脑子里转了好几圈 那对官兵自然知道 千周士孙被劫持的事 也早看过士孙画像 眼下一看这孩子 立即就认了出来 赶紧就上前 把姚氏众人团团围住 可守在县主府门前的 御林军不干了 就见其中一人走上前来 冲着那对官兵大声质问 你们在干什么 官兵态度倒是不错的 立即回话道 千周士孙被劫持 如今他亲自指控 咱们多少也得做个样子不是 御林军冷喝 做样子 做样子也得分拿谁做样子 你可知 你们围住的是什么人 官兵自然知道 这是姬安县主府 又听这话 立即便意识到 八成是冲撞了哪位贵人 赶紧都撤了回来 就听那御林军又道 带姬安县主的母亲 圣上清风的一品 告命夫人做样子 我该说 你们是胆大还是心大 本王的轮椅送给你 那对官兵毁的长子都轻了 纷纷将憎恨的目光 投向诸如 可诸如没看明白 还指着姚氏说 就是他 我出城去玩耍 谁知半路被他们劫持 他们还把我扔到了河里 你们快把人抓起来 送到宫里去 听凭皇上发落 你闭嘴 还送到宫里 这帮人都恨不能一人 给他一脚 不过玉林军又说了 应该送去宫里的 毕竟他是千州童子 听说千州人 也正在皇宫里等着消息 你们快去吧 官兵点点头 拉着那诸如就走了 望川和黄泉二人 河里将依然没回过神来的姚氏 扶回县主府 并叮嘱门房 任何人也不能放进来 夫人不见客 而门外的玉林军却意识到 这事情似有不对 快马加鞭赶往皇宫 想要跟玄天明和凤宇恒说一声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当他到了宫门口时 守卫告诉他 九皇子和姬安县主这会儿 恐怕已经走上长阳大道了 长阳大道是通往乾坤殿的路 除去王宫大臣皇亲国妻 一般人是走不了的 玉林军一跺脚 干脆坐在宫门外撕等 而此时此刻 凤宇恒正推着玄天明 穿过长阳大道 走上乾坤殿门前的广场 远远看去 乾坤殿内站着不少人 有熟悉的 有陌生的 凤宇恒还看到了 他的父亲凤锦元 玄天明怂怂间 老头子号显摆的劲儿 又上来了 这是得了 我们要回京的消息 召集仲臣等的是气呢 凤宇恒盯着大殿里 那几个陌生的侧影 伸手指了指 是千周的人吧 玄天明点头 应该是 说话间 两人已到殿前 张元早就在门口等候多时 见他二人到了 赶紧上前行李道 殿下 县主 你们可算回来了 皇上已经等候多时 快快随奴才进殿去吧 他说话声音 故意没有放得很轻 足够殿里面的人微微听到 此时 大殿上所有人 都扭过头来往门口看 就连原本端坐在 龙椅上的天舞 都瞪圆了眼睛 人们的目光 都集中在玄天明手里 捧着的那样东西上 东西用红布盖着 看不出是什么 但他们 此番回京的目的 却是人人皆知的 因此也不难猜出 那红布下盖着的东西 应该就是 大顺之初的 第一把钢材武器 平南将军性子最急 第一个冲上前来 声音都有点打颤 成了 真的成了 凤与恒笑着冲他点头 老将军 成了 一句话 说得平南将军的老泪 差点没掉下来 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 赶紧把路给他们让出来 凤与恒推着玄天明步步向前 终于站在大殿之上 面向天舞 他放开轮椅 上前两步 跪地行了大礼 而习寇见父皇 父皇万岁万万岁 天舞是越看这个儿媳妇 越觉得满意 都有心亲自起来服人了 结果他儿子咳嗽一声 把他的念头给止了住 啊衡啊 快快平身 天舞觉得自己的声音里 怎么带着缠妹呢 张元走回他身边 小声道 皇上 矜持点 天舞咬着牙 抽着嘴角小声回他 矜持个屁 然后又急着道 那什么 钢练出来了 凤与恒点头 不但练出了钢 还用练出来的第一块钢 打造出了我大顺的 第一把钢材武器 说着 转头去看玄天明 就见玄天明将手中之物 高高举起 将全场目光吸引过来之后 这才由凤与恒伸出手去 一下就将那红布给接了开 随着红布的揭开 人们集体倒吸一口冷气 就连开武帝 都从龙椅上站了起来 只见玄天明手里 托着的那柄长刀 正迸发着逼人的寒气 赠量闪光 刀身照人 那清晰程度 几乎相当于把人给还原了 他们见过一次这样的兵器 就是大年初一时 凤与恒用来断了 棕髓铁金的那一柄 可那到底是属于凤与恒个人 即便他答应 要将练钢术为大顺所用 但能不能练得出来 还是两说 这半年多来 朝野上来皆提心吊胆 特别是得知凤与恒 已经去了大营之后 就更是中日里都在担忧 一边急着想听到 有关练钢的消息 一边又害怕听到 有关练钢的消息 人们都害怕失败 怕辛苦等了半年 最终却等来大顺 根本练不出钢的结果 今日天武帝说 召集众臣义士 可这是一直从晌午 刚过一到傍晚时分 明明都没什么事了 但就是不让走 就是扯着他们落闲客 有聪明的人就猜想 这里面肯定有事 却没想到 竟是九皇子与基安县主要回来了 新刚出城 刚气在手 平南将军是唯一一个 可配器进乾坤殿的人 他在等不及 一把抽出自己腰间宝剑 奔着玄天明手里的钢刀 就砍了过来 凤与恒看出他手里的那柄剑是至宝 那是先帝所赠 打从平南将军上战场的第一天起 就带着他 一直到今天依然保存完好 他怕剑断伤人心 刚想要阻拦 却看玄天明正 冲着自己微微摇头 于是便转开了口道 若将军剑断 阿恒会用新刚再帮你打造一柄 话音刚落 平南将军一剑斩上刀身 砰的一声下去 剑身绷成两段 剑柄还在手里握着 虎口处的宝石剑施光泽 竟像是随着断剑而适了生命一般 平南将军看着手中这柄 赔了自己几十年的宝剑 突然就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看着凤宇恒激动地道 丫头 刚才的话可算数 不等他回答 龙已前头站着的天舞急了 造出剑来 也是先给朕了 平南老二 你别跟朕抢好不好 平南将军回过头 一点都不客气地道 丫头先答应我的 不管 天舞不讲理的劲又上来了 反正就是得很给朕 玄天明无奈 一个皇上跟臣子争东西 老头子也好意思 他大手一挥 一人一柄 一起送上 两个老家伙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其声道 这还差不多 他们几人倒是有说有笑 把自个儿的福利给定了 那些傻乎乎张着大嘴惊讶的臣子们 还没回过神来 人人皆知 平南将军那柄宝剑 对他来说是有多重要 更何况 那是先帝上的 不说是上方宝剑 也差不太多了 可如今 就这么一下便断了去 平南将军 居然一点都不心疼 人们知道 这就是新刚的魅力 这就是新刚的压力 大顺朝臣 齐齐跪拜 高呼 恭喜皇上新刚成 剩下三人没跪的 也不太好意思再继续站着 便也跟着跪下 大声道 恭喜大顺 一统天下 天武帝哈哈地笑了一阵 笑过之后这才道 什么一统天下 现在还不是时候 凤与横府 这说的叫什么话 这不明白着告诉人家 早晚有一天 我要一统天下 你们都给我等着 果然 那三人面色不太好看了 其中一人站起身来 一身微怒之力迸发而来 看着玄天明道 不知在下可有士气的荣幸 玄天明将那钢刀放下来 看了看这人 随口反问千州武将 那人点头 在下行海声 请九殿下赐教 这话一出 却听他身边那位 同来的千州皇叔 生气地呵斥了句 诸口 大顺新国宝诞生 哪里是我等 翻帮小国能试得起的 再说 九殿下腿有重疾 怎么给你赐教 哎 天武大手一挥 我大顺向来是 翻过为兄弟 从未把你们看清了去 如今大顺的新刚 这位将军想试试 也是应该的 至于明儿的腿 你多虑了 他就是坐轮椅上打 你们也打不过他 凤宇恒唇脚抽搐 这爷俩这个不要脸的劲 可真是一样一样的 他没多说什么 只是推着玄天明的轮椅 往殿外走 一边走一边说 要打就出来打 外面宽敞 这句邀请一发出 那千州武将立即跟了上去 连带着大顺的人 也都跟了出去 天武帝由张远扶着 走在最后面 小声问 身边这个常年负责 跟他抬杠的太监 震吹出去的牛 这话倒是真的 天武面上自信又多了几层 也不知道千州那孩子 找没找回来 你说说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的几个笨人 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把 那么老些金子给运过来的 这里头甚是蹊跷啊 他嘟囔着走到场中 早有小太监 把座椅给抬过来摆好了 张远扶着天武坐下 凤宇恒这时 也松开轮椅退到边上 广场中心就只剩下 玄天明和那千州武将 邢海生 邢海生闷哼一声 接过宫中玉林军 递上来的武器 看了一眼 撇撇嘴 显然是对这兵器并不满意 玄天明却道 直接上兵器怕事 才过一招就打完了 你既然说是让我赐教指点 那一招定胜负 可就没多大意思 这样吧 三十个回合之内 本王的钢刀 绝不碰你兵器 如何 那邢海生也不逞强 这本就不是他自己的兵器 质量根本保证不了 于是他点点头 如此 便多谢九殿下了 话音刚握 人突然就向前冲去 手里长剑直对着玄天明就刺了开 大顺将军纷纷皱了眉头 平南将军一点都没客气地哼了一声 不要练 说出了所有大顺成功的心声 可随即人们就发现 那邢海生不要脸的功夫练得可真是到位 打架就打架吧 他不打人 手里剑专门往玄天明的轮椅上使劲 打着打着 把玄天明都给打笑了 看来你很是喜欢本王的轮椅 既然如此 那本王就把他送给你吧 这话一出口 就见原本坐在轮椅上的某人 突然一下飞升而起 两腿凌空踏步 跃至行海生身后 一脚踹上他的后背 砰的一声 就把人给踹得向前呛去 亮呛几步 扑通一下 跌落到原本有玄天明坐着的轮椅里 而那离了轮椅的人 则潇洒落地 稳稳当当 哪里还有半点残废的模样 本王呢 不行吗 这一仗把所有人都给打蒙圈了 九皇子这是 站起来了 天舞帝一脸得意地笑 老九还是站着比较玉树临风 他是典型的 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一嗓子吆喝了去 继续打呀 这么些人瞅着呢 玄天明勾起纯姐邪魅一笑 急什么 等他坐稳了 再看他被打到轮椅上的行海生 也不知道是受了内伤 还是实在不适应那轮椅 一坐上去 就开始各种晃动 他就觉得这地面肯定是不平啊 要不然 怎么轮椅一直在转 停不下来呢 千周黄书七的大喝一声 还不快从轮椅上下来 这一句话 总算是提点了那行海生 他脑子清醒过来 随即丹田运气 直冲着上空就拔了去 可惜 屁股还没等全部离开轮椅坐上呢 玄天明一刀被拍到他肩头 又把人生生地给拍了回去 一个要离开轮椅 一个阻止他离开轮椅 这一来二去的 三十招很快就过了 玄天明在不愿与之周旋 刀背一挑 一下把那行海生握在手里 一只也没出翘的剑给挑了起来 剑一离身 立即脱翘而出 他挥一刀一斩 剑断两半 没劲 某人利落地收了誓 摇头道 借来的剑斩了也没什么意思 改日你拿好自己的随身兵器 再来与本王打上一番吧 现在 他瞅了瞅那人坐着的轮椅 邪魅一笑 现在 你给本王起来 话一出口 人影一闪 谁也没看清楚 这九皇子是什么时候动的 是怎么动的 就觉眼前一花 一个包袱状的东西 就被扔出了老远 那东西不是别个 正是千州武将行海生 玄天明把人从自己个儿的轮椅上 轮了出去 然后重新坐回轮椅中 过来推本王 凤与恒笑嘻嘻地上前推动轮椅 小手 却趁机在他后脖梗子处 使劲掐了一把 叫你抓 凤与恒不乐意 还有两个人更不乐意 正是那千州的皇叔 和铜墙的文官长达 就听那位皇叔愤愤递叨 九殿下明明腿伤一吼 为何依然坐在轮椅上 玄天明瞅了他眼 很是认真的打 因为我懒 哼 那皇叔一甩秀 脸色更加难看 玄天明就不解了 我坐不坐轮椅 千州人不顺眼 也跟着帮腔道 就是 吃你们千州饭 喝你们千州水了 管天管地你 还管别人家孩子 坐什么椅子 几句话 把各个州皇叔 给堵得面色胀红 一句话都说不出 已经有人去把 邢海生给抬了回来 那人很是没脸的低了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玄天明扭头 看了看左右两边的陈公 十分不满地道 本王的腿 被基安县主治好了 怎么 你们都没个表示 一众陈公赶紧跪地扣头 陈公喜玉王殿下 然后看向天舞 朗声道 儿臣让父皇担心了 不担心不担心 天舞连连摆手 分明是句客气话 可他怎么瞅着 这老九的脸色 不太对劲呢 张远戳了戳他 小声道 腿都伤成那样了 怎么可能不担心 哦 他点点头 赶紧又改了口 以前是担心过 不过 你媳妇不是神医吗 他上回已经跟朕保证过 说你的腿一定会好 朕还跟张远 这死太监打了赌 朕说你今天年就会好 他非说明年 输了朕一百两银子 你看你看 还是父皇对你更有信心吧 张远差点没把自己舌头给咬下来 皇上你 为了在儿子面前讨个好 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他沉着脸 小声跟天舞说 奴才没钱 回头朕赏你点 张远觉得 能得赏还是不错的 满意地点了点头 谁知天舞又补了剧 赏完了你再赔给朕就行 让他先去死一死 凤语恒实在不忍着父子俩 再继续这么丢人下去 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父皇 如今新刚已经开始加紧炼制 相信假以时日 大顺将士都能把钢材制成兵器拿在手里 届时 还请父皇能够亲临大营检阅 玄天明也道 是该亲自过去看看 三万只钢器在手 那场面何止壮观二字能形容得来 天舞被他俩说得心那个痒啊 连连点头 好 好 待钢器制成 朕一定要去看看 大顺陈宫们议论纷纷 话题均围绕着那柄钢刀 凤锦元几次 想要上前与凤语恒说说话 但看到他那冷漠的目光根本看都没看自己一眼 便又没了那个勇气 这时 有个小太监匆匆跑上前来 往地上一跪 开口道 启禀圣上千周氏孙找到了 哦 天舞问道 在哪找到的 人可带回来了 那太监答 就在京城里找到的 现已带回宫中 千周那皇叔一听说孙子找到了 立时激动起来 急声问 人呢 人在哪 这时 就听大殿广场的另一头 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 祖父 宽儿在这里 凤语恒就一哆嗦 宽儿 真亏他说得出口 随着那诸如的叫喊声 人也被带到广场中来 天舞看着他那裹了个毛毯的样子 就有些奇怪 这大热的天 裹着层毯子是坐肾 就见那诸如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喷喷喷地连着给天舞刻了三个响头 然后带着哭腔道 求皇上为宽儿做主 天舞不解 做什么主 再想想 听说是被人劫持 千周的皇叔也上前来行了礼道 贼人猖獗 还望圣上明察 天舞问那带人上来的官兵 你说说 是怎么回事 那官兵正是在县主府门口 被诸如封坤一嗓子给嚎住的人 当即就把之前发生的事 给众人讲述了一遍 然后十分不解地看着封坤 真不明白 千周的侍孙 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岭去干什么 要不是遇到姚夫人 只怕现在该被野兽吃掉了吧 千周皇叔不干了 一派胡言 你没听昆说 他是被劫持的吗 那官兵翻了个白眼 心说你一个千周的皇叔 跑大顺来逞什么威风 然后又把一个适室 给他扔了出来 姚夫人是从大营那边回来的 哪有功夫上精力来拐走世孙 然后再往郊外走一圈 算算时辰也不对劲啊 那封坤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是我自己去城外玩耍 半路遇上那火贼人的 他们不但把我吊在树上 还把我扔到河里 呦 那官兵又乐了 卑职在进宫的路上就想说 世孙您腿脚够快点 是半夜就出去玩耍了吧 天舞听出门道 邓向那封坤 问道 你是何时遇到的姚氏 封坤知道这谎言经不起推敲 深究之下全是漏洞 于是干脆装小孩子耍赖 我忘记了 千周皇叔一脸怒容 皇上 宽还小 跑出去玩耍也属正常 可是姚氏那女人 怎的心地如此歹毒 他 他 冷不丁的 一句话还没说完 那千周皇叔就觉得眼前一花 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随即脸上突然一热 好像有东西留下来 他下意识地抬手去摸 居然摸了一手的血 大顺成功一个个眼口窃笑 心说活该 出访大顺之前 也不多做些功课 骂谁不好 你骂吉安县主的娘 抽你算轻的 还没拿钢刀拍你呢 要真给拍死了 也就算个忌道 千周皇叔都傻了 忍着巨大痛去寻根源 一眼就看到了 玄天明手里的那根鞭子 气得张口就要骂 话还没等出口呢 就听天舞帝来的句 怎么的 这是准备骂朕的老九了 千周皇叔一愣 瞬间脑子恢复运转 那些关于大顺国君 从来都不分 青红皂白的 宠着九皇子的信报 一股脑袋袭了上来 包括那九皇子有样学样 不会青红皂白 宠着基安县主的事 也渐渐清晰 他开始后怕 自己是千周人 孤立无援地来到大顺 就相当于一只绵羊 进了狼窝 多说一句 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可是不说 心里也委屈了 便只能跟天舞道 陛下 我千周这些年来年年碎贡 向来恪守藩国本分 您为何 恪守本分 玄天明天口了 千周狼子野心 说姚夫人 把这矮子掉树上扔河里 本王告诉你 没错 就是这么干的 这都算轻的 要不是夫人心肠软 依着本王的意思 就该洗尽退了毛切成块 扔到锅里主 你 千周皇叔大惊 玄天明突然之间口出恶言 这让他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如果不是有把柄 落在了对方手中 即便他是九皇子 也不该这样子 明目张胆地 就跟千周撕破脸 要知道 宽儿来到大顺的身份 是千周氏孙 那可是皇室血脉啊 他意识到不好 当下也来不及深究原因 赶紧上前将风昆 扶了起来揽在怀中 然后才道 罢了 千周是藩国 自然争不过大顺 既然宽儿已经找了回来 本王便也不再追究 然而 追不追究 却不是他说了算的 就听玄天明诱道 本王管你追不追究 但有个事情 你们千周 可得给我说清楚 把一个患有诸如正的成年人 打扮成孩子 带到大顺来 意欲合围 小子 离死不远了 说起来 风昆并不仅仅只是诸如正 在他身上 并非只有短人的体现 最严重的是 他居然连相貌和声带 都停止了发展 其实这种情况 但凡有经验的大夫枕脉 或是摸骨 都可以发现其中蹊跷 只是 一来这风昆从外貌上看 却是与少儿无异 二来 谁又能想到 千周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明目张胆地 欺骗大顺国君 凤与恒在前世时 曾经遇到过这种病例 人的身体停止发育生长 不再分泌生长激素 这样的人 基本活不过18岁 当然也不排除例外 M国就有患者存活过30岁的例子 但也仅仅一例 这风昆若真是千周皇叔的儿子 那他就是跟康仪属于平辈 据玄天明所述 这千周皇叔却有一子 是康仪的表哥 这样算来 他的年龄 就应该在35岁网上 这样的病症加深 还能活得这么久 简直就是医学奇迹了 凤与恒认为 之所以风昆寿命如此之长 应该归功于他的生活环境 千周是极寒之地 千年冰封 连地面都看不到 皇宫都建在冰川之上的 正是这种寒冷 抑制住了他的病情发展 以至于他苟延残喘至今 再加上 这人有武功在身 也是存活的因素之一 玄天明当面戳穿千周这一行人 最最隐秘之事 着实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大惊 天舞阴沉着脸 瞪向千周皇叔 虽然没说话 可那眼神摆明了带着杀意 千周皇叔只觉得 有一股寒气袭来 大热天的 却让他从头凉到脚 被石穿了 怎么可能 临来之前 他特地问过千周的国医 那国医说 即便有数式摸骨 也不可能摸出风昆之症 而他有一个这样的儿子 除了千周皇室之人 再算上国医在内 一共也不超过十个 甚至就连这次 一行而来的文官和武将 都被蒙在鼓里 这是千周皇室多年以来 一直保守着的一个秘密 他可以确信 绝对不可能有人走漏风生 可是为何这九皇子 却轻易道破 这次来大顺 他们是做了密谋和打算的 以风昆迷惑众人眼目 要刺杀天武帝是不可能的 但探听些关于新刚的秘密 或者出其不意的 对那寄安县主的娘下手 还是万无一失的 康仪和儒家 在凤家受了那么多的苦 千周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 更何况 还有那一千两黄金 千周皇叔的脑门子冒了汗 一脸茫然地看着玄天明 过了好半天 才终于能开口说了句话来 九殿下这是何意 这 这明明就是个四岁的孩童啊 玄天明好大一个白眼翻了起来 随即伸手指指过去 千周人 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若再给我睁着眼睛说瞎话 别说我把你这 孙不孙儿不儿的东西 给抽筋扒皮 让太医们都来测测 看他到底是几岁 这话说的阴寒甚人 黄金面具下 那朵子莲逐渐绽放 明明是好看的紫色 明明在凤与横眼里是那么美 可看在千周黄叔眼里 却像石人花一般 看得他一下就别过了头去 皇上 他无奈之下 求助于稍微比玄天明 能不吓人一些的天武帝 一把将封昆又往前推了推 您看看昆 短人是不长身量 只长样貌的 但是您看看昆的脸 他却是少儿无意啊 这话一出 大顺的陈公 倒是也仔细向封昆那张脸上看去 封昆做出很委屈很害怕的模样 一个劲的要往皇叔怀里躲 千周黄叔就哄他 昆儿乖 你抬起头给他们看看 咱们可不能随意被人冤枉啊 凤与横怂怂间 直到他俩装得还挺像 只是再像又能如何 假的就是假的 这时 就听陈公中有一人惊讶地喊了声 不对啊 所有人都向他看去 那是个正三品的官员 凤与横并不认得 只见那官员伸手去指封昆的脸 大声道 你们看 看他的脸 前些日子刚来大顺是不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怎么 怎么好像老了许多 这话一出 仲成公又纷纷转过目光 再去看封昆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总之听了他的话后 再这么一看 的确发现不大对劲 千周世孙的额头 怎么有皱纹了呢 皮肤也暗了 你们仔细瞅瞅 是不是脸颊的肉有些松垮 何止 眼角也能看出戏文来 就连凤锦元都大惊失色 死死盯着那封昆 心思千回百转 封昆有问题 他不瞎 已然看出门道 如果真如玄天明所说 这人根本不是什么世孙 而是患有诸如之正的世子 那么 千周人此行定是别有目的 他府上的主母 就是千周长公主 一旦千周事发 他这个丞相 做不做得稳是小 若被连带着砍了头 那可就太圆了 凤锦元一想到这 胆锦又往前上了两步 盯着那封昆仔细打量 这一看去 他心头惊骇更甚 封昆刚到大瞬时 的确是个天真的孩童 可这才多久 怎么样貌竟然起了变化 当然 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显眼 如果没有人如此仔细去看 也是看不出来的 但眼下 有玄天明的指认在先 本来从心理上来说 就已经抢占了先机 让人生了疑 再加上仔细看去 封昆却是能看出不对劲来 这就让凤锦元 真的是不寒而栗了 你 究竟是什么人 他站尽主动 大声向那封昆呵斥过去 同时也看向天舞 跪地道 皇上 臣请皇上一定彻查此事 若千周有不臣之心 请皇上一定不能放虎归山 他自认为自己这样说 多多少少也算是表明心计 至少不会因为家里有个千周的主母 而纵容包庇 甚至同流合污 谁知凤与横却冷哼一声 纠正他道 父亲可莫要扬了敌人的灭风 什么放虎归山 区区千周 也能算得上是虎 对 城宫中有人附和 他们根本就是狼子野心 还有人更干脆地道 连狼都算不上 不过是之冰虫 这些大臣们的意见十分统一 依如今的情势看来 选择一边倒的向基安县主靠拢 那是最正确不过的事情 且不说九皇子 在前阵子大皇子之事 逐渐冷却后 又恢复了皇上的宠幸 单单是凤与横 现在正在给大顺炼钢 这一条 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功劳 皇上都得捧着他唠 不巴结能行吗 于是有人好心提醒凤锦元 凤相还是听听看县主 是怎么说吧 凤锦元回过头来 看向凤与横 目光中带了求助 他特别想让凤与横明白 如果这个事情闹大了 凤家搞不好 就要被抄斩 到时他作为凤家的女儿 也脱不了干系 可凤与横是什么人啊 他这性子哪怕那个 看都没看凤锦元 挑着小唇角 阴嗖嗖的就对那千周皇叔来了剧 动不住了 怕是命不久矣 千周皇叔突然一击灵 似明白了凤与横的话 又似不明白 他到底什么意思 只是心底的冰寒愈发的重 有一种在劫难逃的预感 由心而起 不由地瞪了那风昆一眼 要不是风昆沉不住气 非得要去在半路会会人家 怎会闹到这般下场 而这时 凤与横已经开始跟天武帝 从医学的角度 讲起风昆的情况 他说 诸如症一般来说 只是身材短小 但人身体的其他器官及功能 是按着身材比例正常进化的 但是这风昆 却是除了诸如症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种病 这种病 导致他从容貌到身体器官 都停止了生长 以至于 他能永远保持着四岁的样子和生命 按理来说 得了这种病症之人 活不过十八岁 但千州地理位置极其特殊 常年的冰寒 竟让他体内的恶性病症 得到冻结 不再增长 同时也延续了他的生命 可惜 他若一辈子不离开千州还好 一旦离了那种冰寒之地 老化便加剧来袭 眼下大顺酷暑 只怕再继续逗留 不出三月 这位冒充世孙的世子 便要一命呜呼了 其实 他心里想说的是 不出三个月 你就要去见阎王了 但毕竟这么多人看着呢 这里好歹也是个正规场合 总得弄两句文雅的 凤与恒是个神医 这一点众人皆知 听他这么一解释 所有人都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千州人居然带着一个 假冒成小孩子的世子 混进了大顺 还混进了皇宫 这帮千州人 究竟是想干什么 一时间 大顺成功地怒火 齐齐喷向千州四人 那千州皇叔也不知道 是吓傻了还是怎么着 竟然抱着封昆自语道 三个月 还有三个月 然后再低头去看封昆 突然大叫起来 宽儿我们回去 我们马上回千州去 三个月肯定能赶到 只要回到千州 你就有救了 就不用死了 平南将军都气乐了 回去 你他妈的做梦吧 没安好心的狼仔子 老子今儿非砍了你不可 他说着话 就要去抽腰间的佩剑 可一把抽了个空 这才想起来 佩剑已经被那钢刀给崩断了 这时 就见那原本跪在地上的封昆 突然站了起来 身上宝毯一甩 直接露出上半身 结实又迷你的肌肉 玄天明意识到不对 立即手向上台 一个响指打起来 皇宫中无数人影闪现而出 将天武帝 击中大臣保护起来 与此同时 就听那疯昆道 父亲 事到如今 你觉得 我们还回得去吗 依我看 与其被人家生情活捉 莫不如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来自地狱的战神 随着疯昆这一句 你死我活 下一刻 那四岁孩童般的身子 就像支皮球一样 突然一下蜷缩成一团 直朝着正前方的天武 就射了过去 玄天明大喝一声 护驾 然后手中长边一甩 人也从轮椅上飞升而起 追着那颗圆球就去了 与此同时 凤与恒已经将那柄钢刀握在手中 人往那千周皇叔身前一站 立幕道 想动手 先跟本县主过过招再说 那三人齐齐将腰间暗藏的配件抽了出来 包括那文官 此时一看 竟也是隐隐瞒了身份的武将 凤与恒轻挑唇脚冷声一笑 手中钢刀一斩 奔着那三人就杀了过去 一时间 广场大乱 冲耳的护驾声此起彼伏 玄天明追着那封坤 几乎就要追到天武面前 虽然前面有一排暗卫保护 可场面看起来依然十分凶险 封坤是柔术高手 一身缩骨功法出神入化 好好的一个人 静生生被他自己团成了一颗圆球 这种圆球在凤与恒看来 就是利用肢体形状 有效地减少了凤与空气产生的阻力 让他往前冲得更快 更急 这样的速度 也就是玄天明去追 否则即便是搬走在这里 只怕也没有办法追得上 而那些保护在天武帝身前的暗卫 则会被圆球撞击 就算挡了住 也免不了收不住 身形步步后退 最终撞到天武的鳄鱼 所以 就在玄天明冲出去的一瞬间 凤与恒用极小的声音 说了句 速度要最快 玄天明有了心理准备 瞬间爆发出来的冲击力 达到体能上限 几乎像剑一样的 追着风坤而去 可风坤到底是先行一步 即便追到最后 还是差一个身位的距离 不过 这样的距离 对于手握软鞭的玄天明来说 却是刚刚好 只见他长边一挥 鞭烧就像长了眼睛一般 奔着风坤就叹了去 冲在前面的风坤 感觉到后面粒粒风声 心道不好 却也十分疑惑 大顺居然有人能急得上他的速度 莫非到了这中原国度 他不止老化加速 就连行动力也有所减缓吗 不及他多想 玄天明的鞭子 已经够到他身上了 风坤就觉得屁股上 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传来 缩骨攻破 团成正圆形的身子 再维持不住 变形一样地 回复了本来面貌 他这才看清楚 玄天明是甩了鞭子 与此同时 暗卫也冲上前来 刀剑光影一闪 直朝着 他就斩了下来 风坤是偷袭和隐蔽的高手 硬拼功夫 却不太在行 可他胜在身子矮小灵活 再加上柔数实在是高 挤到刀剑下来 居然真被他躲了过去 暗卫们眼中杀鸡蹦陷 此时 却听到坐在后头的天舞 突然来了剧 别给打死了 抓活的 张远正扯着他的胳膊 不停地劝 皇上你能不能先站起来啊 咱们进大殿去躲一躲 这里太危险了 一听他说 还要抓活的 张远急了 砍死就得了呗 抓什么活的啊 那小子跟条泥丘一样 抓活的 得抓到什么时候 天舞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屁股就跟生根发芽了似的 死活也不从椅子上抬起来 必须要活的 就算是尼丘 也得给朕抓活的来 骂了个八子的 千周是皮颈了 尼儿 给朕狠狠地抽 留口气就行 张远急得直跺脚 这怎么说着 说着还来劲了呢 行了 酒店下也点头了 咱们赶紧进店去吧 天舞都看激动了 哪里能听他的话 胳膊一甩 力道没掌握好 劲儿时大了 一下把个张远给轮出去好远 打斗的人群一片混乱 刀剑哪里长眼啊 也不知道是谁的断剑 正好腾空飞起 直朝着张远摔倒那处 就甩了过去 边上有个小太监 惊叫一声 张公公小心 天舞帝被他给吓了一跳 一扭头 就见张远还傻乎乎地 瞅着那半截断剑 往自己个儿脑袋上落呢 气得他大吼 你倒是躲呀 说着话 竟亲自起身 就要去救人 暗卫们哪能让他去救啊 立即有人轻功运起 身形一闪 就到了张远进前 拉了人就往回撤 也就是张远刚离开地面的一瞬间 那刀落地 把个张远 吓得魂都没了 天舞帝气懵了 骂那张远 你似不似傻 有暗卫提醒他 属下护送皇上进大殿去吧 天舞点点头 没再反对 只是嘱咐那暗卫 别把小园子给扔下 他这边一洒走 外头的那些大臣们 便也在御林军的护卫下 撒回了大殿 只留下几名暗卫 和凤与恒 玄天明二人 还有平南将军 和另外两名武将 其实千州区区四人 虽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要凤与恒和玄天明 两人对付 那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更何况 还有这么多帮手在 可眼下费劲就费劲在天舞帝 说要活的 一说要活的这事就难办了 其他三人倒好说 凤与恒刚刀在手 三招费了三剑 然后一刻也不懈怠地 轮起大刀 就往那三人身上派 那三名千州人 是死也想不到 十三岁的继安县主 居然有如此之高的武功 以至于他们三人合力之下 竟然连他的身都进不了 都没等过招难剑就断了 后面该怎么打 三人早被凤与恒打乱了阵脚 在京湛的武功招式一乱 那也只能落得个惨败的下场 再加上平南将士跟着搅局 专往他三人破绽的地方捅刀子 二十个回合不出 就见凤与恒大刀 自上而下猛地拍起 啪啪啪 三下 以千州皇叔为首的三名千州人 立即昏迷倒地 他担忧封坤那头 无心与这三人恋战 把人拍蒙之后 立即就对平南将军说 请将军派人把这三人压起来 然后也不等平南将军硬话 提着大刀反身 就往封坤那奔了去 平南将军看着那丫头 提着长刀大步而去的背景 忽然就感觉好像 是在看一尊战神 这战神从地狱而来 专门收缴人命的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 凤与恒真正与人动手 以前虽说知道他武功高强 也听说了他靠一根软鞭 把三皇子玄天叶 给抽得起步来坑 但毕竟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今日一见 他不得不叹 也不得不赞 叹的是凤与恒的本事 赞的是天武帝看人的准头 有这样的儿子 和这样的儿媳 大顺江山兴旺无忧啊 思绪间 凤与恒已然走进前方战团 因为玄天明觉得 有那些暗卫在身边 跟着一起打实在是太碍事了 于是干脆把人都赶到四周围观 自己倒是甩着鞭子 逗得那封坤低流乱转 凤与恒都无语了 你说打架就打架 怎么还带欺负人的呢 人家就算长得小 可心智成熟啊 就这么被你荡球踢 是不是也不太好 他开口提醒 差不多就杀了吧 玄天明叹了一声 咱爹说要抓活的 哦 他摸摸鼻子 抓活的真不太好抓 封坤太滑溜了 目标又小 玄天明跟他打 就像大象抓蚂蚁 再加上封坤身体的柔韧度 实在是太高 虽然完全占不了上风 可躲得到也是不亦乐乎 玄天明很是无奈地 跟凤与恒说 要不本王就这么玩着 玩到他累 凤与恒摇头 他是忍术高手 体力不弱 想到累怕是得 玩到明儿天亮 那怎么着 玄天明就琢磨着 点穴吧 倒不是不行 可目标太小了呀 这封坤十二是个人 十二是个球 十二是个方 十二又是个弯 身体拧巴得跟蛇一样 尚哪能找得准穴道去 凤与恒想了想 道 我来吧 他伸手入袖 一把麻醉枪掏了出来 然后扬声喊 你们都闪开 全都闪开 玄天明立即洒出战团 连带着那些暗卫 也都往两边闪去 此时 正把自己凝成一根麻花的风鲲 有点蒙圈 怎么打着打着都退了呢 接安县主到底要干什么 他用眼角余光 往凤与恒这处瞄了一眼 就见他手里拿了个奇怪的东西 那东西 让他完全没有概念 别说认识 甚至连形容 都没办法形容出来 可他也知 对方必是要以耐务将他制服 心头大害 最可怕的是 他完全想不出来 那东西该如何进行攻击 被扔过来吧 还是像鞭子一样 有一头要控制在主人手里的 又或者能变成一柄利剑 丰昆对那东西 做了无数种猜想 却怎么也想不出 凤与恒只需扣动扳机 一丝力气都不用废的 就把一根根银针 从里头射了出来 丰昆一下反应 这来这是暗器 他开始拼命躲闪 可还是有真把他的皮肤 刮开了一小道血痕 本来他觉得 这根本也不算重暗器 擦皮而过 自己算是躲过去了 却没想到 眨眼间 一阵酸麻自那伤口蔓延开来 随之而来的 就是阵阵血运 他甚至都没来得及 再往伤口处看上一眼 腾在半空中的人 便砰得一声落地 就趴在那青砖地面上 呼呼大睡起来 暗卫们看傻了眼 一个个盯着凤与恒手里的东西 就流口水 不亏是基安县主出手的暗器啊 真真带毒 能毒的人没有过程的直接睡觉 这真是太渺了 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必备良器 若是能给他们分点 以后保护皇上 应该更有力度吧 玄天明看出他们心中所想 翻了个白眼道 想要 暗卫七点头 他说 给钱 给钱就慢 凤与恒咬牙 握拳 等我回去好好订个假 暗卫一人头上三根黑线就躺了下来 这时 就听乾坤殿里 张远敖的一嗓子叫喊了开 皇上 皇上你怎么了 众人大惊 这儿媳妇可真懂事 乾坤殿内 天舞帝捂着心口 仰面倒在笼椅上 张远扯着脖子大喊 传太医 快传太医 凤与恒与玄天明二人进殿之后 他立即上前去为天舞把脉 只觉天舞脉相却是稍有虚幅 却也没有大碍 上了年纪的人脉相符一些 也是常有的事 特别是经了一场行刺之乱后 因惊讶而血压升高 出现暂时的胸闷气短 也是正常 他放下开武的万卖 轻声说 父皇不用担心 没有什么大碍 等一会儿太医来了再诊一次 父皇就能放心了 天舞一听说自己没事 不但没高兴 反而来生起气来 直抓着张远说 不对劲啊 朕总觉得天旋地转 头也疼 难受着呢 说着说着人就往下滑 吓得张远赶紧叫人一起 把天舞递给扶住 玄天明无奈地提醒天舞 差不多得了 还四个人等着你审呢 天舞捂着心口道 先压下去吧 朕实在难受 刚才一定是有人伤到了朕 这心口闷得厉害 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凤宇恒挑眉 有那么严重吗 这时 一众太医匆匆而来 围着天舞帝左诊右诊 诊断结果 却跟凤宇恒说的一般无二 可天舞帝就是叫着难受 人们也没了办法 就有太医说 八成是中暑了吧 张远一直扶着天舞帝 就觉得他身子 好像轻轻抖了一下 右眼瞥见他微微 欠开眼皮去偷瞧那些太医 然后嘴角还撇了撇 明显对中暑的诊断结果 并不满意 张远似乎明白了什么 唇角抽了抽 瞪了天舞一眼 然后十分无奈地 跟那些太医说 怎么可能是中暑 明显是惊吓过度 再加上打斗间偶有波及 皇上恐怕是受了内伤了 他说的一本正经 把那些太医都给说糊涂了 有心眼直的太医 抢着说了句 不可能 凤宇恒却在这时 及时地插了口 可能 怎么不可能 刚才的情况 这么多人都亲眼所见 皇上上了年纪 定是受了大惊 张公公 快把皇上扶到后殿去休息 本县主亲自来照料 张远一喜 心说还是既然县主最上道啊 怪不得如此的皇上心意 于是赶紧叫人帮忙 把天舞帝 给转移到后殿去躺着了 凤宇恒同那几位太医说 几位大人不必惊慌 对外若是有人问起 就说皇上因千周人行刺 而受了惊吓 现正由本县主亲自调理 为首的太医 赶紧给凤宇恒行礼谢恩 然后抹着额上的汗 又匆匆地退下了 殿内的臣公们 忠心振振后怕 千周人突然发难 居然当着皇上的面 就干起行刺之事 若不是有九殿下和继安县主在 只怕皇上的安全 也实在是难以保证 即便是这样 皇上还是受了惊 可见今日之事 该有多惊险 众臣公议论纷纷 皆在讨论事财发生之事 平南将军 亲自守着那四个 已然被拿下的千周人 除去一个睡死过去的风昆外 另外三人都被五花大绑着 三人背靠背绑在一处 嘴巴里塞着布条 全身无数道伤口 正正猙獰的外翻着 血染了一地 玄天明看了一会儿便道 押到山牢里去 四个人分开关押 另外 传本王的话 全程搜捕所有千周渔党 包括宫里的儒家公主 以及 他说着 瞅了一眼已经吓得一脸惨的凤锦元 却还是说出了那句 让凤锦元新娘到底的话 以及凤家主母凤昭俊 凤锦元扑通一下跪到地上 双手拄着地面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殿上瞬间安静 汗顺着凤锦元的额头 滴滴答答地 落到乾坤殿的地面 那声音落进人们的心里 转化成同一个意识 凤家 怕是要完了 不过平南将军却不这样认为 不管激安县主本人 与凤家的关系究竟如何 但至于在外人看来 他是凤家的二女儿 他的一切荣誉 还是与凤家息息相关的 特别是在大顺百姓心里 既是救人至刚 强军的激安县主 是凤家的女儿 这个凤家女儿 正在辛苦练纲 如果这种时候动了凤家 那可相当于 是凉了百姓们的心啊 果然 不出平南将军所料 就听玄天明道 当初凤相迎娶千州长公主一事 本王也有所耳闻 实是因为有古蜀皇子提亲在前 为阻止两国和亲 凤相挺身而出 乃我大顺有功之臣 此番千州发难 与凤相无关 你写起来吧 一句话 定了凤锦元无罪 但是谁都明白 有罪无罪 看的都是激安县主的面子 可不是有激安县主在 只怕凤府满门 跟着康仪一并抄斩都不为过 凤锦元自然也明白着其中道理 可惜 他从来都不是懂得感恩之人 若说从前他对凤与恒是忌惮 那么自从凤与恒重伤了三皇子之后 凤锦元对这个女儿 就已经兴起了滔滔恨意 就像此刻 明知凤家能逃开此番劫难 当属凤与恒的功劳 可他起身之后 却还是朝着还没有往后殿去的 凤与恒那边瞪了一眼 眼中怨气不言而喻 他瞪完 觉得自己也算是小小的发泄过 于是就准备退回成功群中 静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却没想到 他那一瞪竟然把凤与恒给瞪毛了 父亲瞪我干什么 可是对于王殿下的安排有异议 说这话时 宫里的御灵军 已然四下散开去完成差事 就连平南将军都主动请命 一同去捉拿千州与党 凤与恒的话 引起来群臣凤凯 当然 这种凤凯是冲着凤锦元的 他们觉得 这凤锦元也太不要脸了 人家九皇子 看着既安县主的份上 给你凤家找好了庇护的理由 你不敢谢也就罢了 怎么的 还瞪人家 有病吧 有心直口快的人大声道 凤相是不是觉得 凤家不该被排除在外 作为千州长公主的婆家 李应一并关进山牢才是 凤锦元急了 立刻一声 一派胡言 然后再对凤与恒道 为父没有疑意 也不是瞪你 是眼光 看不清楚 详愁仔细一些 哦 凤与恒点头 眼疾是小病 回头女儿 给父亲施上几针 也就能好了 他说完 转回身跟玄天明道 前面的事情 我也插不上手 我去后殿看看父皇吧 玄天明点头 去吧 再想想 又道 我看老头子 八成也是欠诈 你给他扎几针 他就老实了 凤与恒心说我哪敢 父子是父子 而戏到底是外来的 我要做的是 顺着他画的道往前走 而不是从中间 再横生什么枝节 乾坤殿的后殿有间暖阁 是供天武帝临时休息的地方 凤与恒到时 老皇帝正跟张远说这些什么 他离着老远 就倾咳了两声 张远听到了 赶紧从天武帝的耳边 直起身来 然后一脸气哀地道 皇上 您可一定要挺住啊 奴才 还没事后够您呢 千周那帮孙子 还等着您亲手收拾呢 可千万要挺住啊 天武帝躺在床榻上 一副气弱油丝的样子 半张着嘴 随着张远的话 嘴巴一开一盒地 看上去十分虚弱 眼瞅着凤与恒走到近前了 这才费力地挤出些声音来 是对张远说 小园子啊 你跟着镇多少年了 张远算了算 快二十年了 奴才生在宫里 承蒙皇上天恩 才能保住一条命 打从济世起 就跟着师父一起慎后皇上了 啊 天武又叹了一声 都这么久了 如果镇死了 你一定特别伤心 张远气得都快说不下去 可还是强迫着自己 继续往下顺 皇上是万岁 一定会平安的 胡扯 天武突然来了火气 大吼道 凭什么安平安 朕都这样了 哪里平安 随即又觉得自己这样表现着 气脉又显得太足了 赶紧又开始装讽 小园子啊 朕怎么上不来气了呢 张远忙上前帮他顺气 边顺边说 皇上息怒 许是怒气来得太急 喊差气了 凤与恒听着这一主义扑的对话 不停地翻着白眼 直到 这张远也就是不会那些 二十一世纪的坑 不然他这会说的肯定就是 上不来气 喊缺氧了呗 他再也不能站着看热闹 主动伸出手去 再次给天武帝把了脉 张远小心翼翼地盯着他问 皇上受的这番惊吓 是不是挺严重的 凤与恒也无奈了 干脆反问他 你猜 张远倒也不客气 那奴才就猜 严重 好 他点了点头 张公公说严重 那就是严重 哎呦我的好县主啊 张远都快哭了 奴才说的可不作数 得您亲自说才行 凤与恒将天武的手 放到被子里 一不留神 就看到了老皇帝 一个狡黠的目光 他哪里还能不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在他手背上 轻轻拍了拍 安慰道 父皇放心 您的心思而其都明白 天武一愣 随即有点不好意思 不愿承认 朕哪有什么心思 你别瞎说 没心思 他一愣 随即又道 那是阿恒想错了 还望父皇赎罪 而后立即又对张远说 我给父皇开一剂安神的药 吃过之后睡一觉 明日就会好了 也请张公公 莫要出去乱讲 父皇身体好着呢 什么病也没有 你等会儿 等会儿 天武疼的一下 从床榻上坐了起来 一把扯住凤与恒的袖子 性子这么急呢 往下又有点不好意思说了 一个劲的拿眼神瞪张远 张远无奈 只得又道 县主 您就别为难奴才了 奴才也是不容易啊 一边说 一边又去拉天武 躺下 你先躺下 没听说病重的人 还能自己坐起来的 天武反应过来 赶紧又躺回床榻 可是那期待的小眼神 却一直看着凤与恒 他轻叹了一声 道 父皇放心 儿媳的心 肯定是向着您的 然后再跟张远说 千周人于宫中生乱 父皇受到极度惊讶 现已昏迷不醒 请公公通知 各公娘娘来乾坤电视集吧 狡猾的老骗子 张远一听凤与恒这话 乐得屁颠颠地就去传话了 天武帝也笑着眯弯了眼睛 心里不住地念叨 这个儿媳妇好 这个儿媳妇 可是真好啊 不多时 皇后娘娘带着一众妃嫔 来到了乾坤后殿 还离着老远 就听见最爱撒娇哭鼻子的花妃 扯着嗓子就好起来 千周那帮杀千万的 本宫一定要活刮了他们 然后快步往前奔 到了天武帝踏边就跪了下去 皇上 您没事吧 臣妾可真是担心死了 皇后无奈地让身边宫女 上前去把花妃给搀扶起来 然后再开口道 皇上本就受了惊吓 你这大呼小叫的 小心别再把皇上给吓着了 然后转问凤与恒 皇上究竟怎么样 凤与恒冲着众人行了礼 这才回皇后的话 千周刺功一世来得突然 父皇原本还沉浸在 得到钢刀的喜悦中 从大喜到大惊 只一瞬间的功夫 心气上着实是有些受不了 此番急症 是挺棘手的 听他这样说 皇后也起了忧心 赶紧上前去查探 可天武就闭着眼睛 谁也不理 众位娘娘轮番地上前来说话 都没得一句答复 花妃抹着眼泪哭了开 连带着几个小妃嫔 也跟着哭起来 后殿一片混乱 凤与恒的目光 却是往古贤妃那里看了一眼 而后便又很是自然地收了回来 当初与大皇子玄天齐联手 着实坑了老三一把 如今老三被打得了那副德行 他那一方的势力 正以极快的速度 瓦解溃散 甘州的兵马 攻不上军饷粮草 玄天明早就暗中派人去 扰乱军兴 如今也是散得散离的离 早没了当初的盛况 所有的一切都按着 他这边既定的步伐在走着 凤与恒想 他答应给大皇子的交易筹码 也该是兑现的时候了 趁着妃嫔们围着皇上 和张远问东问西的时候 凤与恒悄悄走到了古贤妃身边 小声道 阿恒离经数月 娘娘身子可好 大哥可好 古贤妃没肩一动 凤与恒能主动与她说话 便意味着这丫头没有故意躲视 在听她主动提到玄天齐 古贤妃就更是满意了几分 于是点头道 都好 其而前些日子 进宫来看本宫时 还提到说 很是想念她酒地 想着等你们回来 可是要好生聚上一番 他们兄弟情深 自然是要一句的 凤与恒平和地说 离经之前 大哥嘱咐我带回些山果 还放在宫外的宫车里 待宫中 事情处理完 我便亲自给大哥送去 古贤妃点了点头 老脸上难得的露出点笑容 他再等了一会儿 见所有妃嫔 差不多都上前去说过一次话了 这才清了清爽 开口道 夏季闷热 还请诸位娘娘到偏殿等候吧 病人需要通风唤气 实在不宜 被这么多人围着 皇后听了便也跟着道 是啊 咱们在这闹哄哄的 皇上也不得休息 依本宫看 莫不如这样 咱们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 不如诸位妹妹 随本宫一起到宝德殿 去给皇上送经祈福 可好 众妃其实一点都不愿意走 他们见皇上的机会本来就少 好不容易被召过来是急 现在又去送经 那不是太亏了 可皇后发了话 又不能不听 更何况古贤妃也跟着补了剧 心里想着 皇上才是真的想 而不是在这里 坐着担心的样子 实则却搅了皇上敬仰 凤玉恒对着众妃嫔抱歉的笑笑 再跟皇后道 娘娘放心 阿恒定尽全力 医治皇上 皇后看了他一眼 面上点了点头 心里却好一阵感慨 老皇帝 这是又拉了一个强有力的帮凶啊 他们这万年陪跑团 浩浩荡荡地往乾坤垫走这一遭 想来效果也应该达到了 此刻消息定已传遍整个后宫 该听见的人自然会听见 只是不知道 人家是上心还是装傻 他最后看了天舞第一眼 然后站起身来 带头出了后殿 后头那些妃嫔 见皇后已经走了 自己便也不好再待下去 只得跟着一起走 凤玉恒跟张元往外送了一段 便又走了回来 张元把刚才叫进来装样子的工人 打发出去 这才站到天舞身边 碰了碰他的胳膊 小声道 都走光了 天舞没言语 张元撇撇嘴 奴才叫人往后宫各院传话时 特地叫他们大喊着说的 又派了人往那边也传了话 该做的都做了 天舞还是没言语 张远看看凤玉恒 有些尴尬 凤玉恒笑着怂怂间 没事 你继续 张远继续 起来坐会儿吧 万一真来了 可有的妆呢 还不得难受死 快起来快起来 他加了些力去扯天舞 可是对方还保持着一个状态 在榻上躺着 动也不动 张远愣了下 心头大惊 扭头看了看凤玉恒 见他没什么反应 于是自己壮着胆子 伸手去探天舞的鼻息 有气啊 他不解 怎么就不行呢 再想想 干脆动手 去掐天舞的人中 终于把人熬一嗓子给掐了起来 天舞怒了 干什么玩意 张远被他吓了一跳 一下蹦出老远 再看天舞一脸怒火的样子 他也懵了 奴才看皇上怎么叫也不行 这心里害怕 这才不说正昏迷吗 醒什么啊 他还有理了 张远无奈地说 那是做给外人看的 眼下这厚殿里就咱们仨 皇上您就别装了 这叫装吗 朕这是在练习 小园子 你说说 朕刚才装的 不是 朕刚才表现得像不像 能不能瞒得过那个女人 张远点头 像 太像了 奴才要是再叫不起来您 估计就得请现主出手了 天舞冲着凤语恒招手 丫头 来来来 你也过来试试 看能不能瞧出破绽 凤语恒实话实说 父皇 刚才如果张公公真请儿媳出手 儿媳不会就这么干脚 我直接用针扎 天舞一脑门子黑线冒了出来 得了得了 一个比一个无趣 说着 又瞅了瞅窗外 是不是天都黑了 张远告诉他 早就黑了 天舞有些坐不住了 要不你往那边去淫淫吧 天黑 可别把他给摔着了 张远特别无奈地看着天舞 组织好半天语言 这才又道 皇上 不是奴才打击您 您想的也太多了 云飞娘娘指不定来不来呢 再说 就算来了 那也是 有工人一路抬着软轿来 摔不着 天舞眼一瞪 你要说别的事他不来也就罢了 朕如今是遇刺 他怎么可能不来 张远也跟他杠上了 那以前 你也没少演遇刺的戏啊 哪次人再来了 那不一样 这回是千周人刺的 而且事情属实 他不可能不往心里去 张远不再劝了 他知道劝也没用 这老皇帝的心 全都在越寒宫那位身上 偏偏那位的性子 实在叫人不敢恭维 他干脆蹭到凤语横身边 小声道 左右也是闲着 县主 要不咱俩下一住 天舞猛地把一个枕头给甩了过来 混账东西 居然敢拿阵下主 张远一点都没怕他 把那枕头给捡了回去 再道 奴才赌十两银子 云妃不会来 凤语横笑嘻嘻地说 那本县主赌一百两黄金 母妃会来 什么 一个皇上一个太监齐声开口 二人面上揭露出难以置信的模样 张远劝他 县主啊 这么多年了 云妃娘娘就没见过皇上 您这是 可怜奴才穷 故意想给奴才送金子吗 天舞帝捅了他一把 你别废话 然后再跟凤语横说 阿恒乖 你说说 为啥如此相信你母妃会来啊 凤语横想了想 说 儿媳其实 真的只是想给张公公 送点零用钱 拉倒吧 天舞一万都不信 就你们两口子那个贪财劲 朕还不知道 以前老九还没这么严重 现在被你拐带的 看着金子眼睛都红 送给小园子一百两黄金 这说法靠不住 靠不住 凤语横心说 这天舞帝还没被爱情冲昏理智啊 基本的道理他还是能分析明白的 于是便与他说了实话 其实正如父皇所说 此番千周行刺是确有其事 而且事发突然 在乾坤殿这边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母妃这些年来 虽然逼着不见您 但到底一日敷七百日恩 这种时候 母妃在约翰宫里 定是坐不住了的 天舞一分析 觉得凤语横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赶紧招呼张远 快 给朕换身衣裳 好看一点的 偏偏喜欢白色 去给朕拿件白袍来 张远都快哭了 本来您就是昏迷 再穿一身白那成什么了 不行不行 一奴才看 就这身最好 哎呀不行 偏偏爱干净 朕这一身都穿一整天了 闻着都有汗味 你赶紧给朕换掉 张远实在拗不过他 只得重新找了一套衣裳 给换了起来 天舞帝一边穿着新衣裳一边说 阿恒啊 如果这次你母妃真的出来了 那朕一定要重重赏你 凤语横一脸苦涩 而习只是给父皇一点信心 可并没有做多少实际的贡献 父皇千万不要把这个事 推到习身上 哎 天舞不解 得赏是好事啊 你怎么还往后躲呢 你帮朕 我啥也没帮 凤语横认真地告诉他 而习真的是什么也没做 随着他这话一出口 就听着从前殿到后殿的过廊里 突然传来一个 听在天舞耳朵里 无异于天籁的声音 我就知道 你这老东西 没那么容易死 哼 骗子 狡猾 此时此刻 车谎被人逮了个正着的天舞帝 心中一万只国骂奔腾起来 千言万语会称一句话 卧槽 丢人啊 此时此刻 天舞帝恨不能戳自己两个嘴巴 装来装去 感情是装给皇后那帮人看呢 真正想要瞒的人 却被他如此不小心地 就给穿了帮 这可该如何是好 眼瞅着他发愣 而已经走到门外的云飞一行 却并没有进来 张元也着急了 赶紧捅了捅天舞 小声提醒着 皇上 云飞娘娘怕是要回去 快点追啊 天舞这才反应过来 随即抬腿就往外头跑 一边录一边喊 偏偏 你等会儿 听朕解释 可惜 出了大殿时 就只见云飞远去的一片衣角 天舞一咬牙 也不管形不行象 更不管自己刚才还对外宣称是昏迷 拔步就跟着往外追 云飞坐着四人抬的软椅 抬轿的人轻弓在身 即不是脚步沾地的 往越寒弓的方向飘 天舞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侵入过战场的硬汉 一身功夫很是了得 但战场打印仗的人 怎么急得上轻功加深的江湖高手 他自认为已经跑得极快了 却还是被前面的软椅渐渐地落远 天舞不放弃 一门心思地往前追 而在他身后 那张元也是喘着粗气 远远跟着 凤玉恒却留在了乾坤殿 没有跟出去 能帮的他已经帮了 接下来就只能看天舞自己的造化 他一边往前殿走想去找玄天明 一边在心里合计着 但愿云飞不要怪他 帮了天舞递这一把呀 从乾坤殿到月寒宫 天舞足足追了两炷香的时间 眼瞅着云飞的软椅 抬进了月寒宫的大门 他咬咬牙 脚上发力 直奔着就要关起的 大门冲了过去 然而 还是落后了一步 大门关起来 夹住了他的衣袖 天舞就这么被不干不尬地 被关在了门外 想静静不去 想走也走不了 他试着拽了拽袖子 没拽出来 天舞乐了 偏偏 你要是想震就直说 总这么扯着震的袖子多不好 都一把年纪了 让人看着笑话 里头没动静 天舞不气馁 继续道 偏偏 朕知道 你心里是有震的 不然也不会到乾坤殿去 朕是骗了你 可也是为了见你一面啊 是善意的谎言 善意 里头还是没动静 天舞有些冒汗 那什么 偏偏 你把门开看 咱们进屋说好不好 朕好歹也是一国之君 就这么在门口待着 不太合适 月寒宫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下风 吹起树叶沙沙的响声 一丁点别的响动都没有 这时 张远呼吱呼吱的 也追上来了 一看天舞这个狼狈样 就有点不平 于是也冲着宫门 大声喊道 云飞娘娘 皇上今日 确实是受了惊吓 只不过 你到那会儿 刚刚好一点 这人都到宫门口了 好歹也得请进去喝口茶 娘娘 你听见了没有 天舞听着张远喊的 都不是动静 还带着骨子怨气 赶紧拉了他一把 呵斥道 瞎喊什么玩意呢 张远纷纷地说 太欺负人了 一边说 一边帮着天舞拽袖子 怎那月寒宫的 大门关的实在太紧 怎么也拽不出来 天舞赤他 用你管 朕就乐意被欺负 怎么的 张远说 奴才不是怕您吃亏吗 天舞翻了个白眼 自我安慰地道 吃就吃 这么多年早就吃习惯了 对了 他往后头瞅了瞅 问张远 阿恒呢 没跟着来 张远说 皇上啊 县主这头儿眼 您叫着父皇 另一头 也得跟云飞娘娘叫母妃不是 刚刚都帮了您一把 让您自己给眼砸了 这时候要是再来 那以后 他可怎么向云飞娘娘交代 天舞一想 也是这么个礼 可是他自己把戏眼砸了这个事 就实在是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语道 真的就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张远一跺脚 皇上 事到如今 补救怕是来不及了 要不您就硬气一回 奴才护着您从这大门冲进去 不就是做约翰宫吗 又不是龙唐虎穴 都僵持十几年了 怎么就进不去呢 天舞气得鼻子都歪了 他的死太监怎么就不闯闯脑子 要是想闯 早十几年前他就闯了 还用等得到今天 还不等他呵斥张远 这时 就听阵阵的脚步声四下传来 好像有大批的人马 在不停地跑动 不多时 就见一队队御林军 四下活动开来 看着有些混乱 天舞摸了一把汗 问张远 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公辩了吧 张远无奈 皇上咱能想点好的吗 于是 天舞换了个说法 是不是有人要夺位啊 有什么区别吗 张远往小道上走了几步 叫了一位御林军过来 问道 出了什么事 那御林军将士 一眼就看到 天舞夹在宫门里的袖子 嘴角一阵抽搐 好半天才能打话 回皇上 原本在宫里养伤的儒家公主不见了 酒店下令全宫搜捕 啥 天舞怒了 骂了个八子的 千州真是做死啊 懒得女的一起做死 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真是不行了 他吩咐那将士 快去搜 给朕搜仔细了 挖地三尺 也要把人找出来 那将士大无所忌惮应斗 是 然后又匆匆地跑开了 天舞有点着急了 也不进约翰宫了 招呼着张远说 快 跟人借把刀 把这袖口子割了 咱们赶紧回去 张远说 您这是要割袍断翼啊 太不吉利了吧 那你说咋办 要不 您把外山脱了吧 张远给他支了个招 就当把这衣裳留下来 给云飞娘娘做个念想 总比割了墙 天舞一想 也是这么回事 于是转了个身 自己把外山就给拖了下来 走走走 回乾坤殿 某皇帝主动拉着自己的小太监 就要往回走 可是才走两步 就觉得不太对劲 再低头瞅瞅 哎 就圣白棉部的底衣了 这多难看 那什么 咱们走这边 他又拉着张远往边上靠了靠 两人挑着小道走 就这么一路偷偷摸摸地 往乾坤殿的方向摸 张远心里就想啊 这怎么跟做贼似的 谁承想 刚这么想完 就听到边上一声大喝 什么人 出来 张远心说 完蛋 这下丢人丢大发了 紧跟着 树枝长枪 骑骑往花丛间探了过来 吓得张远一声大叫 大胆 御灵军们本来是搜找儒家的 找到这里 就发现小道两旁的花丛间 似有一栋 谁执长枪一探 听到的竟是个太监的声音 紧接着 他们就华丽丽地看到 天武帝身边的大太监 张远顶着一脑袋树叶和花瓣 就从花丛里站起来了 在他身后 还站起来 夜里天黑 天武又躲在张远身后 以至于谁也没看出来 他是谁 就听一个御灵军问张远 公公不在皇上身边侍候 躲在这里做什么 再往后瞅瞅 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边是后宫 男子怎么可能到后宫里来 难不成也是个太监 太监为何穿成那样 无数疑问在心头窜起 那将士疑惑地再开了口 公公身后的 是哪位公公 放屁 一听说把自己也当成了太监 天武一下就炸了 大骂一声走上前来 抬脚就要往那御灵军身上踹 御灵军条件反射地往后躲 同时手里长枪就要前刺 天武器的单手 把那长枪往怀里一拽 大力一发 直接就给那御灵军带的一个脸鞋 将士们这下算是看出来了 这哪里是公公 这分明是皇上 于是赶紧跪地求饶 就听那个跟天武叫公公的将士说 卑职实在不知道是皇上在此 皇上饶命啊 天武从来都把面子看得特别重 要不然 他也不能钻草丛 谁知弄巧成桌 倒是被人当贼给逮了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天武觉得这也忒没脸见人了 于是干脆一把将张元给扯到身前 再次将自己挡住 张元也没脸啊 但他身为天武的近士太监 这种时候 是必须得冲在前头的 于是他挺了挺腰板 对着面前 这些御灵军大声地道 皇上得知千州公主逃窜 是准备亲自把人抓回去的 你们别到处嚷嚷 散了 都散了吧 御灵军们心头各种富匪 骗谁啊 穿底衣出来抓人 影头这么大呢 但这话也只能在心里说 人家是皇上 不管穿啥干啥 都显得是那么的有礼 于是御灵军们听了张元的话 又跟天武说了告退之后 纷纷散开了 两人就听到那些散开的御灵军 正跟另外一波 要往这边来的人大声地喊道 这边不用查 皇上刚从粤寒宫出来 衣裳还没来得及穿呢 都别过去添乱 张元一把抱住天武的胳膊 皇上 冷静啊 都是自己人 千万可别冲动 天武不解 郑为什么要冲动 他们说 他们说 郑刚从粤寒宫出来 还没来得及穿衣裳 哈哈 很好 这样很好 给老子编个故事 听着过瘾也不错 走 回昭和殿 昭和殿是寝殿 在千州作乱 全宫搜捕逃跑的儒家时 天武帝居然选择回寝殿去睡觉 张元眼眶有些湿 鼻子有些酸 他知道天武这是在逃避 这是选择用一句谎言 来欺骗自己了 宁愿活在这个谎言里 也不想接受真相 他回头看看 那座月寒宫 就觉得云飞实在是太心狠了 一个皇上能为一个妃子 做到这个份上 他还屠杀呢 真是 任性啊 彼时 月寒宫里 大福天的晚上 云飞走着走着 就打了个喷嚏 他站住脚 问边上的宫女 你说 是不是老头子背后骂我呢 当初欺骗 云飞往乾坤殿走一趟 就做好了被骗的打算 他知道 今日玄天明和凤与横都进宫了 如果能在这两人的眼皮子底下 再让千州人把皇帝给伤了 那他俩也不用混了 但到底是千州行刺 这可跟平日里 天武拿来骗他的那些小儿科手段 严重多了 云飞思来想去 这一趟乾坤殿 是非走不可的 即便不为了自己 也得为了他的儿子 当然 他原本也没打算进去见天武 就想着 最多在外头隔着门帘子 说几句话就回来 谁承想 还没等走进殿呢 就听到天武那样一番话 气得他掉头就走 月寒宫的宫女 早就接受云飞不见天武这个事实了 也习惯了云飞张口闭口的 跟天武叫老头子 听他这么问 赶紧就答 娘娘多心了 皇上骂谁 也不可能骂娘娘的 云飞翻了的小白眼 哼 他念到也是算骂 事才外头 天武叫门的声音很大 月寒宫上上下下都听到了 这宫女有些可怜天武 便试着劝了句 要不娘娘就见见皇上吧 这么大岁数了 也怪可怜的 他可怜 云飞眼一粒 当初骗了我 把我这辈子都困在这个牢笼里 这样的人 我见他做什么 这样的话 以后莫要再提了 宫女吓得一缩脖 再也不吱声了 云飞倒是又问了句 话儿去外省办差 是不是也快回来了 那宫女答 七殿下 离京快两个月了 想来应该快了 嗯 云飞点点头 再对他说 你去乾坤店跟明儿和阿恒说一声 别光顾着抓人 差不多了就过来吃饭 这都什么时辰了 再不吃 还不饿坏了 而这时 玄天明跟凤雨恒二人 人应该是想办法要出宫去的 外头一定有不少隐藏起来的千周人 除去随着皇叔静静的那些随从之外 百姓中定也混入不少 凤雨恒想了想 啊 之前不是有人说 那丰昆仗着自己是孩童 去见过儒家几次 想来 肯定是有一些话 跟儒家交代过了 宫里千房万房 就是没想到 一个看起来不过是四岁孩子的人 竟是个有着成眠思维的侏儒 你猜 这会儿他出宫了没有 此时 大臣们都已经离了宫 就只剩下凤锦元 还站在大殿之上 他说 为了避嫌 为了表态 等康仪抓进宫之后 自己再回去 玄天明便也没说什么 就任由他在那里站着 而他与凤雨恒的这一番对话 自然也落到对方的耳朵里 凤雨恒说话时 还特地往他父亲那边看了一眼 壮丝探讨地接着问了句 父亲 您也猜猜 凤锦元低头不语 玄天明却是冷笑一声 还非得本王亲自问了 凤相 你说那儒家公主 如今是在宫里 还是在宫外 想了想 再道 如果是在宫外 你再猜猜 他能去哪里 玄天明问话了 凤锦元就再不能装傻 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答 就只能说了句 臣实在不知 所以就说让你猜猜 玄天明还是坐在自己的轮椅上 就挨着天武帝的那张龙椅 说起话来 还是那个懒洋洋的吊吊 话里的意思 听着却让人十分心颤 如果你要是知道 本王就直接跟你要结果了 凤锦元一惊 他突然起了一个念头 且不管儒家能不能逃得出皇宫 又是怎么逃出去的 单论他若是成功地逃出了出去 该不会 该不会是去凤府吧 这念头一起 立即惊起一身的冷汗 最要命的是 他竟然越来越觉得 儒家会去凤府的可能性十分之高 可是这话能说吗 当然不能 他人还在宫里 家里全是老弱妇孺 还有个搭着肚子的小妾 宫中人抓康仪好抓 儒家却是藏在暗处的 真要是翻找起来 凤家的脸面荡然无存不说 只怕老太太他们 也受不起这番惊吓啊 凤锦元低下头 脑袋几乎都要搭拉到胸口 一句话也不敢再说 这时 有个宫女从大殿外头走了进来 正是月寒宫来请人回去吃饭那位 玄天明听到这宫女的话之后 十分爽快地就应了下来 然后拍了拍凤与恒的手背 走吧 我们去吃饭 凤与恒一脚踢上那轮椅 起来 自己走 玄天明不干 做习惯了 不想起来 凤与恒气得咬牙 你就装 玄天明很是认真地道 本王是真的习惯了 他无奈 总不能在这大殿上跟他争论吧 毕竟是个皇子 于是只好撇撇嘴 气呼呼地推着轮椅走了 那宫女快步在后头跟着 一路眼口窃笑 酒殿下这性子 也就既然县主能治得了啊 乾坤大殿上 除去留守的宫人 就只剩下凤锦元一人 去吃饭的两人临走时 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就那么随意地与他擦肩而过 凤锦元觉得 他这个丞相 一定是史上最憋屈的丞相 但有的人就是这样 憋屈他不从自己身上想折 他非得从别人身上 找客观原因 就像千周人的行刺 他认为 这全部都是 被凤与恒给逼出来的 明明都好好的 千周人送了聘礼 老太太十分高兴 那被他二人联手坑的 一千万两黄金 也抬到县主府了 只要多注意些 不要再得罪凤与恒 以后的日子 应该是风调雨顺的 可惜 凤与恒才刚刚回京 多大一会儿功夫 居然就能逼得千周人行刺 怪不得当年那紫阳老道说 他是煞心 会克凤与恒 如今看来 竟是真的 凤与恒完全不考虑 千周带这个假扮成世孙的世子 来大顺干什么 他只知道 康夷完了 儒家完了 凤与恒虽说逃过一劫 但谁知道 日后会不会被人寻了别的错处 也收拾了去 千周 他将思维远远地飘到 那个极北之地的滨寒国度 竟然在想着 如果千周有实力与大顺抗衡 对于凤家来说 会不会是一条后路 他这边在宫里胡思乱想着 另一头 大批的御林军出了皇宫 直奔着凤府就急行了去 凤府的人早已在各自院落中歇息 老太太由赵嬷嬷侍候着 已经沐浴过 想上他歇息吧 又觉得时辰尚早 更别提院子里的缠名声实在闹人 叫得他心烦意乱 赵嬷嬷看他有点不自在 便提议道 要不咱们到园子里走走吧 夏日天头长 这就睡觉是早了些 老太太听着 要去园子里走走 也是心烦 拧着眉毛道 大晚上的上园子里干什么 蚊子多得很 那要不 咱们到湖边做话 湖边风凉 赵嬷嬷知道了 老太太今儿就是不顺心 自己怎么说都不对 干脆也不说什么 就在边上打着扇子陪着 这晚的凤府 不止老太太一个人闹心 康姨也闹心 也是没来由的 夏禅就看着他在屋子里团团转 不停地跟下人打听 自己的侄子进宫之后 有没有回到驭管 可下人们谁都没出府 除了静等外头传回消息 也是一问三不知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康姨的影响 夏禅也开始有些心慌 这丫头 到底是老太太那边的人 心思剔透 总觉得那千周的柿子走丢了 然后又怪到姚氏头上 这事儿十分蹊跷 便借口 去除下哪些点心 从康姨的院里跑了出去 夏禅一出来就笨书雅园 可没等跑一半呢 就听到前院一阵喧哗 好像来了很多人 他好奇跑过去看 这才发现 冲进来的人竟然全是将士 他心说不好 掉了头就去找老太太 不多时 凤家所有人都被集中到前院 康姨更是被御林军绑着压了出来 老太太 吓得差点瘫坐在地上 要赵嬷嬷和另一个丫头 用力扶着才不至于摔倒 而那康姨 此时倒是冷静下来 只低着头 一句话不说 哪怕御林军推丧之下用大了力 他最多也就皱皱眉头 什么话也没有 此番抓捕康姨 是二皇子亲自带兵上门 面对凤府一群 哆哆嗦嗦面色苍白的女眷 她面上倒也和善 从容地跟老太太解释道 千州来史作乱 于宫内行刺皇上 父皇已经下令通缉 所有在京的千州人士 包括府上的夫人 老太太一听这话 心里立即就凉了半截 她就觉得 今日心慌怕是要出事 只是没想到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殿下 她开了口 声音打着颤 警员呢 老太太这时 只关心自己的儿子如何了 还有 康姨若是敌 那凤家算什么 二皇子明白她的心思 安慰道 老夫人放心 凤相没事 凤府当初是为了阻止 千州与谷署和亲 才由凤相勉强迎娶 千州长公主的 如今出了事 自然不会把罪怪到凤府头上 更何况 既然县主心当大成 实乃我大顺第一功 就是看在县主的面子上 凤家也保得下 她说完 再不看凤府众人 一转身 冲着身后将士手一挥 回宫 大批的御林军压着康姨 就出了凤家的大门 老太太实在坚持不住 一屁股跌坐在地 却听凤尘鱼狠狠地说了句 凤与横 又是她 这个克星 到底要把咱们凤家 磕到什么地步 吃进去的还得吐出来 凤尘鱼的话 倒是让凤老太太的情绪 从沉重打击下的惊慌失措 变成了愤怒 就听她一声大喊 你把嘴给我闭上 这一嗓子 也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气 震的所有人都一哆嗦 更巧的是 就在这一声大喊过后 夜空上突然就亮起一道闪电 紧接着 轰隆一声闷雷响起 朕的地面都跟着颤了几颤 但是没雨 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雨点却迟迟不肯落下 老太太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 瞪向沉鱼 披着嗓子道 把你刚才的话给我收回去 不管你心里送对你二妹妹 有多少不满 统统都给我咽回肚子里 一边说 一边又看向凤府众人 冷声道 如果你们想活命 就给我听好了 这一次必须一致对外 千州人刺杀了皇上 那就意味着 跟大顺彻底翻了脸 用不了多久 大顺定会出兵镇压 千州从藩国变成敌国 如果谁还要向着康仪 多说一句话 那就是霍连九族的死罪 所有人都目的地点起头来 就连一门心思 憎恨凤与航的陈鱼 都害怕了 是啊 他怎么没想到 千州行刺已成事实 康仪是被二皇子 亲自带着御林军带走的 这件事情 已经没有半点扭转的可能 这再也不是小门小胡锦的争斗 而是两国之间的正式翻脸 他不能再为康仪说话 哪怕这几个月间 康仪待他再好 如今也必须划清界限 除非他不想活了 老太太见众人没有疑意 点了点头 再跟管家河中说 你立即到府衙去 将金兆尹许大人请过来 就说千州罪负康仪已经被抓 请他许大人亲自带人来 抄收他在凤家时住过的院子 这话一出 凤陈鱼又不干了 不止他 粉带也失声地叫道 不行 老太太一瞪眼 我刚才的话都白说了 陈鱼到底比较聪明 见粉带开了口 自己便不再吱声 毕竟两人要说的定是同一件事 这种时候 得罪老太太的事 还是让粉带去做比较好 果然 就听粉带顶着老太太的话就说道 他那院子才休整半年 里头是父亲亲尽一府之力 置办来的好东西 至少咱们得把东西搬出来 再叫人来抄 老太太气得轮起权杖 就要去打他 韩氏赶紧把粉带拦在身后 那权杖在韩氏高挺着的肚子前 停了下来 老太太指着韩氏气急道 如果再生一个 还是他这副德行 干脆直接溺死罢了 一见这气氛实在不太好 城市姐妹对视一眼 赶紧一左一右上前 将老太太给扶住 同时 就听成军曼说 老太太太这几日 身子本就不爽 可莫要再动气了 至于夫 至于那最富院子里的东西 一会儿等金赵引来了 妾身自会与她说明 查出千州之物任其带走 但凤家原本的东西 相信她是会卖这个面子 给留下来的 老太太一听这话 也点了点头 说实在的 要她把那一院子的东西 都给充公 她也是舍不得的 可是眼下再舍不得 也得舍得 毕竟命底前重要 这个道理她还明白 一扭头 见河中还傻站着 不由得又来了气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快去请人啊 河中有些为难 上前两步提醒了一件 让老太太更加闹心的事 老太太 那千州送来的彩礼 该如何处置 一提这彩礼 简直就跟弯老太太的 心头肉那么疼 她等了一冬天 外加一春天 好不容易把千州的彩礼 给等来了 可还没等在手里 捂热呼呢 就得再还回去 这叫她如何甘心 她下意识地 就把目光投向成军慢 对方哪能不明白 这贪财老太太是什么意思 可她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 老太太声音里带了哀求 真的一点办法 都没有吗 成军没把话接了过来 千州把一个 生成侏儒的柿子 当成士孙带到大顺来 这里头 指不定有多少猫腻在 那些嫁妆 老太太想想 这样一群 别有用心的人进了京都 那嫁妆 还能是平平常常的嫁妆吗 赵嬷嬷心里头也打了颤 不由得提醒老太太 好几只箱子 咱们可都没拆过封嘛 里头可别是藏了什么东西 老太太三思 一不错 可是要陪上整丛丰府的啊 此时 天空中又是一道闪电亮起 炸雷在响 紧接着 滑得一下就下起大雨来 人们触不及防 眨眼间就被浇了得透心凉 老太太回过神来 赶紧冲粉带那边大声地喊 快把你姨娘扶回去 千万不能让她多淋雨 粉带也直着雨来得及 韩氏已经被浇了 再继续下去 怕是要生病 她不管有多不愿意离开 还是得扶着韩氏离去 老太太还在后头喊着 叫人生火喷 回去赶紧换干衣裳 雨下得又急又大 说话的声音再大 也被这样的瓢泼大雨 给盖了下去 老太太也不知道 粉带听没听到她的话 她此刻也没心情去理韩氏了 紧着吩咐赵嬷嬷 你快去 叫人把库房里千舟送的 嫁妆都抬出来 抬到前院摆着 一块布脚也不能剩 她贴着赵嬷嬷的耳朵喊 赵嬷嬷也大声地答应着 然后示意城市姐妹扶好老太太 自己赶紧往舒雅园跑 承军曼迎着雨也大声喊道 咱们先到牡丹院的正厅去吧 老太太不能淋雨 可这时 陈渔像是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先是一正 送到舒雅园去的那些嫁妆 老太太一跺脚 我知道 还有冲入宫中的那些 自然也是要一并抬出来的 不是 还有 陈渔瞪着她那双大眼睛 雨水把她全身都浇湿了 额前的发也乱了 那块被苍蝇咬出来的扒露了出来 显得触目惊心 老太太看不得她这样子 一脸不耐烦地别过头去 却听陈渔又道 千周不止给咱们府上送了东西 还有大笔的黄金 抬到了县主府啊 几乎排了一条街的大箱子 那里头想藏什么会藏不住 她这话一出口 老太太也明白过来 对啊 凤雨恒跟九皇子二人 联手坑了千周一千万两黄金 要说抬进凤府的东西多 可再多也比不上那一千万两黄金啊 老太太瞬间心里就平衡了 自己损失点彩礼 凤雨恒损失的却是真金白银 这么一比较 下来她还是不吃亏的 她张了张嘴 就想说去把那些黄金 也给我抬到前院来摆着 可花到嘴边 却又咽了回去 她差点忘了 凤雨恒名义上是她的孙女 是凤府的二小姐 可是人家独门独户单独利火 不吃凤家饭不喝凤家水 那县主府比王府的守卫还森严 她疯了 居然想去那边抬黄金 只怕黄金没抬出来 倒是叫人把自己连带着棺材 一起抬出来了 老太太摆摆手 吩咐河中去请金赵尹吧 眼看着河中顶雨而去 这才跟着城市姐妹往母丹院走 凤陈渝以及安氏 享荣还有金针都在后头跟着 陈渝不死心地问 祖母准备如何处置那边的东西 老太太气得想骂人 你这话得问你二妹妹去 那个院子里的东西 轮得着咱们处置吗 陈渝还想说什么 安氏把话接了过来 大小姐不必多虑 县主府的东西咱们没权力动 真要出了什么事凤家 也撇得干净 两全其美 陈渝狠狠地弯了安氏一眼 不再说话了 享荣有些心慌 扯着安氏的袖子趴在她耳边 二姐姐不会有事吧 我怕又有人动手脚 安氏知享荣是 想到了上次离魂散的事情 她倒也仔细地想了一会儿 然后跟享荣说 放心吧 你二姐姐定是早有防范 不会有事的 说话间 众人进了牡丹院的正堂 已经有下人生了火盆 还有下人准备了干净的衣裳 众人分别到后屋去 把衣裳换好 立即又有下人端来 刚刚熬好的姜汤 给主子们驱寒 前院那边 赵嬷嬷已经在指挥下人 把一只只大箱子往外抬 那些千周送来的珍宝 曾经是老太太的挚爱 每搬出来一口箱子 坐在正堂里的老太太 都像心有灵犀似的 揪一下心 河中很快就带着金兆引回了来 外面的雨一点 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是越下越大 那许静元顶着雨来到凤家 阴沉着个脸 二话不说 一挥手 只说了一个字 搜 身后官兵鱼贯而入 直接就往凤府各处散了开 金珍觉得不对劲 壮着胆子问了句 不是只搜天香院吗 她说话声音太小 又正巧这时候 又打了个惊雷 把话音完全地掩盖住 老太太也看出门道了 她到底心思细险 一把将河中给拽到面前 急问她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算算矫程 从凤府到衙门 这大半夜的 顶着这么大的雨 不应该这么快就回来啊 河中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回话道 奴才还没等到衙门呢 在路上就看到许大人了 京城里现在四处 都在搜查千州人 许大人带着官兵 原本就是来咱们府上搜查的 老太太心里一惊 赶紧又问 那你可跟许大人说了 咱们是主动请她来搜的 说了 说了 河中道 许大人还说 咱们算是有觉悟 老太太这才放下心来 可再又想到 这些官兵不只是搜天香院 而是搜着整座凤府 她心里又开始犯了和计 正思量着这金赵影 没有皇上的圣旨或口谕 有没有权利来搜一品大员的家 就见凤辰渝突然冲到了 许静元面前 大声地道 许大人公正联名 刚之不阿 隔壁的县主府 宁可不要忘了一并搜搜 凤家的再一次表态 凤辰渝的话 让那许静元两道浓眉 死死地拧到了一处 不解地问 凤大小姐这是何意 陈渝半喊着说 千州人进京时 抬了整整一千万两黄金 装黄金的箱子 从县主府的门口 一直排出整条大街 既然今日我们凤家 把千州最富送来的嫁妆 悉数抬了出来 任由大人验查充公 那么 大人是不是也公平一些 他那县主府的黄金 也是不该再留的 许静元盯着凤辰渝 他就不明白 怎么越是 长得好看的人 心思越独呢 怪不得 寄安县主房这一家子 跟房贼似的 这凤家人 是真不要脸啊 他把头转向老太太 开口问道 有两件事 本官得跟老太太问个清楚 不等老太太答话 他直接就到 第一 什么叫我们凤家 什么叫他那县主府 凤家难道已经不认 寄安县主是自家女儿了吗 亏得九殿下 还是看在县主的面子上 才饶过你们 如果你们家里人是这个态度 那本官即刻禀明殿下 让他秉公处置便是 左右你们 不认县主是自家人 灭九族便也灭不到他 老太太意下如何 如何 老太太气得嘴唇都发青 要不是有这么多人在 他真的想把凤辰渝给掐死 小畜生 你给我把嘴闭上 他觉得自己站在这里 骂力倒不够 便扯了成军慢一把 你去 把他给我拽回来 再敢胡扯一句 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老太太是真的动气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刀都架到脖子上 居然还有心思闹内斗 真是头发长见是短 白白长了一张好面孔 城市姐妹在府中地位很是特殊 虽有康仪这个主母在上头压着 可人家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 就凭这点 谁敢给她们脸色看 大顺这皇家 一向都有个护短的毛病 而且从上到下 无一例外地不讲道理 城市姐妹作为测试 存在于凤府 实际上可是比主母过得还要气派 特别是凤与恒临走前 还有一番嘱托 再加上这二人来到凤府时 就是打着康义不会管教孩子 皇后怕凤府内院大乱的旗号的 所以在凤与恒离经这段期间 凤皇家这几个孩子的教养问题 就都由城市姐妹一并抓了过来 这两姐妹看似柔顺好说话 但是在宫里长大的人 哪个是省油的灯 那些折磨人的手段 人家都不屑实 只需时不时地提一句皇姑母 以凤臣于为首的凤家 三姐妹就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这几个月间 城市姐妹是没少管教他们 以至于现在有城君曼出面 去跟陈瑜说 大小剑 您这话说得不合适 事情做得更不对 凤臣于立即就一个机灵 条件反射一样 乖乖地就跟着他回了来 老太太陪着笑问许靖元 大人要说的第二件事是 许靖元闷哼一声 第二 千州人送来的嫁妆 是你们主动请求要充公 可不是本官给你们要的 凭什么要本官再去收莫县主的黄金 那黄金抬进了县主府 自然就属于县主的个人财产 除非他自己乐意 否则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动一份一猴 老太太懵了 难道是自己多此一举了 人家根本也没想要这些嫁妆 他狠瞪了那河中一眼 该死的奴才 都是他挑的头 河中也一肚子苦水 老太太就是这个脾气 一见到眼 就会被蒙蔽星星 这事情就在明面上摆着呢 你现在是拿出来了 人家这样说 可你要是不拿 你看人家跟你要不要 还想跟二小姐比 二小姐是什么人啊 你们比得了吗 承军曼轻轻地拍拍老太太的手背 以示安抚 然后由着下人给打着伞 款步上前 站到了许静元的对面 浅师一礼 许大人 有礼了 许静元对他倒是极为客气 当即便还了一礼 叫了声 夫人 这不过是具尊称 虽然是测试 但城市姐妹身份不同 他总不能太不给面子 可这话可到老太太耳朵里 却又引起他的另一番遐想 眼下千周作乱已成定局 康仪以叛乱罪名被带走 这可比当初姚家获得罪 要大上万万倍啊 姚家不过一死个妃子 他凤家都得急着表态 如今康仪出了这么大的事 凤家也必须得尽快有个立场出来 他这边胡乱想着 那头就听成军曼对许静元道 千周最富风昭君住的院子 叫做天香院 因为是年后新入府的主母 老爷新添置了不少家事 还望大人搜查的时候 能多多体谅 许静元明白他的意思 当下便道 夫人放心 但凡有嫌疑之物 我们一律拿走 其他无关的物件 看在夫人的面子上 一样不动 老太太一听这话 心里就又是一番思量 面子 城市姐妹的面子 就相当于皇后的面子 都怪她当初被康仪迷了心智 这城市姐妹 才是最好的凤家主母人选啊 官兵们在府里搜了不到半个时辰 返回来时带了不少东西 老太太仔细瞅了 多半是天香院里康仪的常用之物 虽也有值钱的 也有那么两三样是凤家后天的 但总的来说 还是没有大的损失 这让她十分满意 许元净冲着老太太一拱手 老夫人 打扰了 下官告辞 老太太想起个事 赶紧诱到 大人且慢 老身还有一事 想跟大人抱呗 她上前两步 继续道 千州叛乱 长公主封昭郡 自脱不了干系 我凤家是大顺子民 绝不能再留一个敌国的主母在家 今日老身便宣布 康仪与景元的婚事立即解除 请大人在府衙那边 将他们的婚书作废了吧 许景元点头 来时奉向也这样说过 老太太是民事里的人 这是本官回府之后 即刻就办 老太太这才松了口气 人送走后 众人一路又回了牡丹院的政厅 老太太才一坐下 也顾不上丫鬟们 给她用肝部擦拭水痕 只一挥手喝退了下人 然后看着众人道 今日之事 你们都看见了 千州作乱 康仪这一去定是死罪 指不定明天就能传来 她被杀头的消息 咱们奉府虽说得了赦免 但这个赦免 可不是免死金牌 咱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一定得拿出个态度来 安氏心思一转 立即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 老爷那边有了话 老太太也跟许大人说过了 要做废婚书 接下来 该是凤家立新的主母了 这话一出口 政厅里众人倒也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毕竟韩氏不在 安氏不待见这主母之位 金珍知道自己身份地位 怎么也靠不上前 而成氏姐妹则是心里有数 老太太这时候 定是得把他们抬上高位了 人们对结果心知肚明 还是耐心地听老太太继续道 老身做主 从即日起 抬测试成君曼为锦园正妻 掌管 忠愧 说出忠愧二字 她是好一阵心疼 可还是得故作从容地继续道 明日天一亮变 派人到府衙去备案 君曼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凤家主母了 成君曼不卑不亢地站起身来 落落大方地给老太太行礼 妾身谢母亲隆恩 称呼已改为母亲 这还没完 老太太又把目光投向了成君美 让人意外地诱导 在台 成君美为平妻 扶主母料理府中一切事务 成君美面上也没见什么大喜 也学着她姐姐的样子起了身 跪到老太太面前 谢母亲隆恩 安氏看着这两个跪到厅中的人 心中感慨 一个正妻 一个平妻 凭这二人的身份 压住凤家 这群闹腾的妾室和小姐 自视不成问题 如果她二人能一直保持与凤心横一条心 想来凤家也能安生一阵子 可凤臣于总是不甘心 她提醒老太太道 当初姚氏获罪时 凤家的处理就太过着急了 结果怎么样 三年后人家卷土重来 不但姚氏得了一品告命 还能让皇上倾下和离圣旨 那凤与恒更是出息得不得了 祖母怎么不多想一想 万一有一天 母亲 不是 康仪 万一康仪也能起死回生 咱们该怎么办 老太太大喝一声 住口 那个罪妇跟姚氏怎么能一样 成氏姐妹已经站起身来 成君美去安抚老太太 成君慢便转过身来 沉着脸对凤臣于道 皇上是重罪 康仪是千州皇室之人 行刺的人里有一半是他的至亲 且不说大顺与千州开战在所难免 即便不战 他也是活不得的 成鱼倒吸了一口冷气 成君慢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管教他们姐妹时 虽也有严厉 但总的来说 还是恪守着本分 叫着他大小见 可如今已然直呼了姓名 而自己 却要跟对方叫一声母亲了 成君慢的话 把成鱼给堵得没了话说 凤家阁院的主子 都集中在牡丹院的正厅里 就连宋寒室回去休息的粉袋也回了来 众人虽聚在一起 却是一片死气 谁也不肯回去睡 谁也不知该说什么话 就那么一起沉默着 倒是显了几分凄凉 而此时 远在月寒宫里的玄天明 却捏着凤与恒的小脸蛋 贼嘻嘻地同他说 媳妇儿 走 魏夫带你出去玩玩 逃亡 古代王后家的建筑讲究做北朝南 皇宫自然也是遵循这个法则而见 但在他的北面 却有一座极高的山 整个皇宫背靠着这座山 远远观望 十分踏实 可是很少有人知 这座北山的复兴处 竟是像须天窟一样被掏挖一空 却并没有建成防御攻势 而是做成了山牢 这山牢纵身实理 凿山体为严 削尖实为壁 大小尖牢 共计两百余个 无窗 每间牢房的门柱都立着道刺 地面汪着肮脏阴冷的积水 总会有死犯 发出凄惨绝望的哀嚎声 一如炼狱 这里事关死囚的地方 依所犯之罪程度不同 处死方法便也不同 受罪深浅 决定了囚犯关押的位置 是靠里还是靠外 整座大牢布局错综复杂 别说是跑 就是出了这间到另一间 要是没有专人带着 也会迷路 此时 千州的四名来使就关在这里 一人一个小尖 相互挨着 却有铁链锁住手脚 想要往监牢边上 凑一凑巨到一处 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腐烂的气息嚣张地散发着 蔓延入稀薄的空气中 一点一点 无声无息地占进人的皮肉 风鲲背靠着石壁坐在地上 浑黑的积水湿透了鞋袜 潮气进入身体 折得两腿隐隐发痛 猛然间 狂风卷起惊雷 咆哮着 往后中的石壁上 狠命抽打 轰隆隆地震得地动山摇 千州皇叔风德的胳膊上 还有一道斜口子 斜一个劲地往外冒着 也没人给他上药包扎 就任由伤口 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然后扩散到整只手臂 直到把他自己给烂死 他咬着牙 扭头去看隔壁牢里的风鲲 一看到这个矮儿子 他心里的火气就更旺 不让你来你偏偏要来 来也就来了 还不知深浅地去截杀那基安县主 你是疯了不成 哼 风鲲冷哼一声 怕死就不来这大顺 既然来了 就得做好拼命的准备 难不成我们一直傻等下去 你总说机会机会 可来京都都一个月了 也没见你有任何打算 父亲 机会不可能平白无故地 从天上掉下来 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找的 这次 要不是那九皇子 手里拿了根长鞭 大顺的老皇帝 已经死在我手上了 屁话 风德气得真想 把这个矮儿子给掐死 事后再说 要不是这样那样的话 有什么用 失败就是失败 咱们这一次 算是都交代在这里了 交代就交代 风鲲对死亡这个事 是一点都没有恐惧 他做矮人半生 早就够了 只可惜 没能拉个垫背的 千周 被大顺压了这么多年 年年都要把最好的东西送来 那广寒思佳也喜欢 可即便皇上那么宠着他 也不敢给他留一些 不止这个 北界三省更是千周的耻辱 父亲难道 不想在有生之年 看到北界三省回归千周吗 他的话 把行海生和长达的情绪 也给带动了起来 那二人也纷纷开口道 是啊 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 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我就不信 以千周现在的兵力 还打不过大顺 当初咱们的神社 不也重伤了九皇子吗 风德是几人中年纪最大 也是最理智的一个 听着这三人 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他不住地摇头 疯了 你们都疯了 如今我们四人身陷死牢 外头的康仪和儒家 也是在劫难逃 夸啊夸 你那样疼爱儒家 到头来却是害了他 风坤咬咬牙 面上终于浮现出一丝不忍 他这一生没有孩子 就把儒家当成亲生女儿来疼 如今出事 只怕儒家那边也不好过 但愿他能逃出皇宫去 风坤找着自我安慰 前些日子去看他 身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行动没有问题 家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告诉过他 一旦我们这边发生意外 叫他马上逃跑 经理由我们四间铺子 他随便跑到哪一间 那里的人都会拼了命地 护着他回到千州 更何况他冷笑一声 经理 咱们的暗线若是发难 正好也跟咱们来个里应外合 宫里有那天皇子玄天叶的势力在 一直都在准备着 只要外头千州一动 他的手下必定借机起事 起了事又如何 风格无奈地道 那三皇子 咱们也不是没去看过 伤成那样 床榻都离不开 就算他起了事 还能当皇帝不成 为什么要他当皇帝 风坤冷笑一声 借他之手 除我之爱 大顺这么大片的中原国土 也该换我千州来管一管了 风格听得直摇头 口中念叨着 还是那一句话 疯了 你们都疯了 说话间 山牢里又传来一声响动 像是山门开启 紧接着 有人推推扫扫地走了进来 四人齐齐抬头 不多时 就见手牢的冰江 压着一个与他们一样 带着手铐脚铐的人走了进来 山牢里十分昏暗 每隔十步 才有一盏昏黄的壁竹微然着 可千州人还是把那些 新牢犯给认了出来 康仪 皇叔风得下意识地 就要往门口扑 可是一动间 绑着手脚的铁链就收了紧 他最多就能往前跑两步 然后就被惯性给拉了回来 跌走到地上 康仪听到动静 别过头去看他 情绪略有起伏 却马上就平复下来 他被关到丰昏的隔壁 同样用铁链绑住手脚 那些劳兵关好劳门离开时 还扔下一句话 接下来 就剩那个儒家公主了 康仪神经一颤 面上总算是服了一层气哀之色 昭君 丰昏叫了他一声 康仪转过头 却是一脸的失望 他对丰昏说 你们太冲动了 枉费了我的一番心思 如今我只盼着儒家能逃过此劫 只要能逃回千州 就还有活着的希望 谁也没想到 堂堂千州公主儒家 是藏在皇宫的垃圾车里 混出去的 当他从一阵恶臭垃圾中 爬出来时 瓢泼大雨瞬间浇了下来 倒是浇得他十分痛快 他干脆借着雨水 把自己给洗了个干净 一边浇着 一边往逃跑 逃亡的方向 竟是凤府所在 他不知道康仪的情况如何了 虽然心中知道 定然是难逃此劫 却总还抱着一丝希望 但愿大顺能考虑一下 当朝丞相的面子 给康仪一条活路 只要母亲活着 他就什么都不怕 儒家顶着雷鱼往凤府跑着 一路上还要不时地 躲避搜捕的官兵 摔了多少次胶 已经记不清了 喝了就张开嘴巴 喝几口雨水 然后再鼓起劲 往凤府跑 终于 凤府已在寂寞之处 却发现府门口围了好多官兵 他躲到暗处偷看 正看到金兆营 许静元进凤府抄家 也听到老太太说 要请官府作废婚书 将康仪修出家门 他傻眼了 凤家居然如此绝情 看起来 他的母亲已经被抓走了 儒家想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定会被抓到宫里吧 突然就有些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跑呢 如果不跑 现在是不是就能跟母亲在一起了 他虽性子刁蛮 可还从来都没有单独行动 去做过什么大事 而此时此刻 他突然觉得 全天下都只有他一个人一样 无依无靠 所有人都是敌人 所有人都盼着他死 他必须得东躲西藏 才能保住性命 可是要藏到什么时候 他最后往凤府里看了一眼 一咬牙 从那棵大树上顺了下来 身上衣衫 已然破损得不成样子 夏日里本就穿得薄 眼下几乎衣不遮体 可也好在有这样的大雨 街上 除了搜捕千州渔党的官兵之外 连地痞流氓都找地方避雨去了 哪还能有人留意他 儒家强迫自己冷清下来 仔细回想 前几次见到封昆时 对方曾与他耳语的一个地址 那地方就在大顺京都 表面上看是一间点心铺子 可实际上 却是千州人安插进来的据点 封昆说 那据点已经混入京城多年 从未出过室 在姓名攸关的时候就到那里去 里头的人自然认得他这位公主 儒家咬咬牙 估摸着方向 又开始往那铺子跑 凤与恒